我跟大家說 我騎來今天騎來超久 我這一整個禮拜 我做的就是很充實 所以我現在整隻腳都非常的專痛 那為什麼我會推薦這一間呢? 其實除了呢 它算是我自己覺得在整個台北裡面 這個GP是最高的一間按摩店之外 它是五顆星 感覺上呢 好像真的很厲害 所以我就被吸引過來了 可以放鬆一下我姿勢的體育 然後再來呢 我今天預約的是 一個小時的 那它原價是一千塊 不過現在特價是八百塊 除了腳底按摩之外呢 它這邊有什麼肩頸啊 全身啊 油牙 大家之後都可以來試試 好 快去放鬆一下我小腿先 我們今天預約了兩個人 90分鐘 然後 那不管有出現金刷它都不可以 而且我們呢 老闆拿到這邊說有 它裡面 福利能量好像 牛肉飯跟雞湯 都有褲子耶 融肉飯的雞湯 只會吃吃吃吃吃 你看喔 現在呢 泡的這個呢 它是海鹽製造 我剛剛真的是看到它把海鹽撒進去的 而且 腳底板啊 還可以感受到呢 一顆一顆的海鴨 它真的還融化 這是 熱敷枕 它沒有到你泡 它是很舒服的那一種 就是溫溫的 然後我大概等一下不講話 我就會睡著的那種熱度 可愛 你看 他們用個小媽錶 但是現在過了兩分鐘 不到幾分鐘的時候會睡著 太好啊 它沒什麼氣節 氣節是什麼? 剪接師說自己不會茶嗎? 其實比較在血液群上比較不好 所以氣機在那裡 哇 喔 很酷 我其實這裡沒有很好的 可以用來嗎? 吃我用 我這樣後腳就很痛 然後 又問他們說這是失眠點 我昨天 拍影片之前 我才一直完全睡不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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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馬上被講對 這是環光還是神? 酥料館 酥料館 可以 要多喝水 要多上廁所不要臉 喔 好像很爽啊 講錯是很舒服啦 啊 沒有啊 他們剛剛按完 然後 還用 熱毛巾包著 然後再繼續 好幸福喔 我們剛剛在下面腳底按摩完了 然後現在要上到 按摩 喔 神秘的空間 2號是 2號是 烤箱還有 全身按摩 喔 真的超棒的 就是啊 你知道在這邊 按摩不管是做什麼 按摩 超過一小時的話 你都會有 30分鐘的烤箱可以用喔 而且它的烤箱 剛剛說就不一樣 它不是蒸氣 它是遠紅外線的烤箱 然後再來呢 它還會附真的水 而且啊 我們先換上浴衣喔 好 我們現在呢 已經在烤箱裡面了 平時呢 我如果進到蒸氣室烤箱 那種三溫暖的地方呢 已經開始流汗 然後你會覺得 欸 呼吸很困難 因為你會發現這邊 全部都是霧的 但是因為它遠紅外線 所以不會造成那種呼吸困難 遠紅外線的話 它是直接滲入室內 所以不會讓你覺得空氣難受 或是悶熱 而且它除了那個烤箱啊 它這裡還有能量石欸 黑色能量石 好 我要好好享受一下了 幾分鐘後 好熱喔 我是不是瘦了 沒有 沒有 就把你關到瘦了再出來吧 但應該要很久很久 哈哈 30分鐘過得好快喔 欸真的很舒服欸 因為你會發現你那個空氣啊 不是那麼濕熱的 不是那麼濕熱的 我要去洗澡 Oh my god 乾濕分離欸 怎麼你要進來嗎 不給你進 好 先喝了 我們剛剛就說 在烤箱裡面呢 30分鐘你會消耗掉 500卡路比 所以呢現在當然要來補充一下體力啦 然後所以呢 我們就下到一樓了就發現 你看 剛剛新的滷肉飯啊 雞湯就直接擺在這裡了 欸真的很蝦欸 有沒有看到這個雞湯 它上面是真的飄了一層那個膠質袋 你看 有沒有 那個 黏黏的那個感覺 好 我來先試一下滷肉飯 根據老闆娘所說 最多人會推薦的就是他們的餐點 來看一下這個滷肉飯 這不是我在誇張 喔 好好吃喔 好 我們來吃一下這個 雞湯 我真的在他們Google評論上面 看到他們的餐點 我就超驚訝的想說 怎麼可能一個主體養生館 居然可以弄到這麼好吃的餐點 你看 而且它的雞湯不是假的欸 我一挖就真的是挖出一整塊的雞肉 好辛苦喔 我可以整天都待在這裡嗎 是不是你覺得等一下晚餐不用吃咧 到底一天要吃幾餐 大家 我這樣子喔 從進來的第一杯茶開始 然後一直到我做了 泡腳啦 然後還有60分鐘的腳底按摩 然後再加上呢 我們上到烤箱那邊烤了30分鐘 因為你知道下來的這一盪飯 全部只要800塊 是不是很划算 我現在要再來體驗一下他們的全身按摩 開動 好我剛剛呢 就體驗完全部了嘛 連吃飯都吃完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 你其實啊 可以在Google上面評論出你自己心中最真實的想法 之後 你就可以在這邊摸彩喔 好勒 現在呢 精神通體熟透就超舒服的 而且啊 雖然最後那抽到是第六獎 但是我剛剛真的看了他們從裡面抽出了一本獎 所以大家下次來的時候呢 其實就評論 然後你們就可以直接去抽獎喔 祝大家都抽到抽獎啊 然後再來呢 我覺得這一點點啊 它本身呢 就是有很多附加價值 然後這家離捷運站有痕定 所以呢很推薦給大家 好啦 那至於呢 大家其實有跟我說 想要看我玩水上活動啊 爬山或是開香文啊 還有之類之類的 我都有看到 所以肯定會更努力的拍片給大家看的啦 至於剛剛導演也有問我說 欸 那你什麼時候要來拍一個全身按摩系列呢 我覺得 就等我的訂閱人數 過 一萬 我就來拍了 所以要記得喔 小鈴鐺 訂閱 分享 有誰知道他在幹嘛 不知道我現在忘了多少 哈哈哈 小鈴鐺 大小鈴鐺 小鈴鐺